美妖 美妖 我愿用尽我的余生去守护你 你愿意嫁人吗 小雅 我陪你聊会儿天 小雅 小雅 你只想问你个话 你到底是跟欧阳了 还是跟李栋了 你们三个人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三个人之间 没关系 你能不能不要老乱猜 我已经上网搜了 那个李栋了 我告诉你 这小子可不简单 那也是身价过亿啊 不比欧阳差 而且以我多年的经验 我喜欢你对不对 你喜不喜欢她 姑 你能不能把你的时间和精力 不要都放在我身上 我现在脑子里面 乱乱七八糟的 我都快烦死了 拜托你让我休息 我天哪 你给我看看 你给我看看 这么大 你给我好好看看 哎呀 这得了我值钱了 到底谁送的 欧阳还是那个李栋 啊 秀雅 你说你长得其貌不扬 不是我是说你特别轻看 但你的命怎么这么好啊 但是不管命怎么样啊 我必须地教你一招 就是无论是哭阳还是雷洞 你千万千万先别急着硬锤定音明白吗 就是我绝对不能一颗树上吊死 你没太 没太明白吗 我 你说我这些时间 你为什么不能多关心关心你自己的事 我 你上次赌博的事情我没有跟我爸说 不是为了你 我是担心我爸 我爸他着急上火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家小雅最孝顺的 是你爸的贴心小棉袄 你爸有你真是一辈子的幸福 这钻截到底多少钱你知道吗 姑 你看见过我的项链吗 项链 就是我一直戴的那个 我前两天摘下来就放那桌子上了 你有没有看到 没看到 没看见 你说你长得其貌不扬 不是我是说你特别惊看 但 你的命怎么这么好啊 但是 不管命怎么样啊 姑必须再教你一招 就是无论是欧阳还是雷洞 你千万千万先别急着硬锤定音明白吗 就是绝对不能一颗树上吊死 备胎 备胎明白吗 姑 你说有这些时间 你为什么不能都关心关心你自己的事 我 你上次赌博的事情我没有跟我爸说 不是为了你 我是担心我爸 我爸他着急上火 我知道我知道 他王家小雅最孝顺的 是你爸的贴心小棉袄 你爸有你真是一辈子的幸福 这钻截到底多少钱你知道吗 哎呀 姑 你看见过我的项链吗 项链 就是我一直戴的那个 我前两天摘下来就放那桌子上了 你有没有看到 没看见 什 什么样啊 你跟我形容形容 回头我帮你找找 呀 几点了 我追的剧是不是开始了 这脑子